Hello 大家好 我是路易斯 今次帶著小步來到上海踩車 來到上海當然要去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打卡景點 除了有歐洲風格的歷史建築群之外 還有上海細博館我都會踩車過去 這次旅程我選擇不在香港的機場搭飛機 而是去深圳的保安機場 機票的價錢會比香港便宜一些 以及會較多航班可以讓你選擇 搭火車去洛馬州 然後福田口岸用滴滴出行打車 100元以下就可以叫到機場 如果不塞車的話 由福田口岸坐車去到深圳保安機場 大約7個小時左右 一搭到保安機場覺得很光亮 因為天花板是用了蜂巢型通透的設計 在日照時份不需要用太多燈 都可以保持足夠的光線 我深圳飛上海搭深圳航空 其實是Check-in 不需要點排隊 我的行李箱裝了小布 19.5kg 好 寄完倉 現在去找食物 Check-in 的流程 都是暢順不用排長龍的 人家都開了這麼多櫃桌給你 現在就去吃東西 在B的登記櫃桌那行 去出電梯直上 這裡全部都開了 老碗匯 真功夫 麥當勞都有 我看中這一檔月色點心 比較適合 早餐適合 可以數碼落單 價錢方面 雖然都二十多元一龍 都不便宜 其實 當然就不要跟那些包點先生那些比 跟酒樓的差不多 待會有飛機餐 所以不需要吃太多東西 一個糯米雞 和一碟白灼菜心 就算了 再加上一杯瑞幸咖啡 這個早餐就完美 集到五六八杯 所以要搭這輛無人駕駛列車 向著這個方向走 搭了一陣無人駕駛列車之後 來到登基閘口樓層這邊 除了一些名店之外 還有部分的餐飲店 例如有喜茶 我都比較喜歡的 松學樓酥式湯麵 這邊還有一間煎餅乳茶 還有麥當勞都有 各式各樣 如果熬都餓 都可以選擇進來 登基閘口這一邊才吃 好 我們看看深圳航空的 飛機餐是什麼 首先有一個金 還有一個餐包 裡面有一些醃製的蘿蔔 十指巾和餐具 好 飯是什麼 好 是蘿蔔牛腩飯 看真點 其實它是內臟來的 牛雜 不是牛腩 蘿蔔牛雜 哎呀 吃些醬汁和拌菜 算了 好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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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好,來到上海的第一天 我去到這裏 武康路這個武康大樓 武康大樓原名是洛曼帝公寓 大樓始建於1924年 位置於上海徐匯區的淮海中路 是上海第一座的外郎式公寓大廈 在1994年 武康大廈還入選了 第二批上海優秀的歷史建築 所以現在都引了不少遊客來打卡 我這個景點選擇步行 因為不允許踩單車 很大個牌子在這裏 是不允許單車進去的 就算來還是要推 所以去完武康大樓 我才回酒店拿一部小布出去踩 我現在走進來 武康大樓下面 看有些甚麼要走 不用只在外場打卡 這間叫魯麥咖啡館 這間賣雪糕的 這裡有一間書店 淮海中路1850號 武康大樓的正門就是這樣 這裡有一些武康大樓的歷史圖片 大廈外場的支撐柱 都是用了一些拱形的建築設計 這個武康大廈拍拙這麼多 現在去踩車 現在就出去踩了 過去六家咀 但六家咀是隔著黃布江的 船又要浪費時間 所以都是踩去地鐵站 然後搭地鐵過去對面 過去東方明珠塔打卡 上海市的交通都非常繁忙 幸好有這些副道給你走 如果不是 踩馬路都很危險 沿著這條路一路直去 去到地鐵站 可以轉車過去六家咀那邊 一個上海的商業區 即是等於香港的中環 好 到地鐵站了 對面已經看到東方明珠塔 這個地鐵站設計都很漂亮 不過我乘搭這個十四號線 到六家咀要走餐飽 在十號線那邊的站 六家咀地鐵站六號出口 六號出口就看到東方明珠塔在眼前 就是IFC的隔離 好漂亮 現在剛剛好 日落了一些燈光 燈光剛剛開啟了 比起剛才更漂亮 終於視到ACE PRO拍攝夜景 好漂亮 這條橋很多人在打卡 因為看出去就是東方明珠塔 這條橋推是OK的 Secure哥哥說了 推是OK的 這裡是漂亮的 這個位置 這樣拍到東方明珠塔 趁現在這個底色 真的沒得頂了 好 接著搭回地鐵 對面南京東路 再踩出去外灘 那邊看一看 看回去東方明珠塔 這個夜景 上海最美的夜景 我去七號出口 那邊踩出去外灘 就比較近些 由南京東路地鐵站 轉左走出來 就去到南京步行街 這裡不允許踩的了 接著推車 接著人一路走 南京步行街 就不能推車 推車都不允許 現在轉右 出來這邊 找路走 這邊有條單車勁 九江路 九江路這條 一路可以走前一點 接著要再觀察一下 越來越近 黃布江江邊 東方明珠塔 也在對面 這裏見到一共單車停在這邊 前面可能已經是截住 不讓他去的了 出到外灘這一邊 看到這座上海外匯交易中心 很多人拍 我都要拍一張了 現在推車到對面 黃布江看夜景 沒有辦法 現在跟著人潮走上去 觀景台那邊 都非常之多人 現在上到這裏 我看見這麼多人 都沒有興趣拍到岸邊遠了 離遠拍一拍就算了 這裏真的有什麼事 真是人踩人的 這個位置 不是開玩笑 看外灘這邊的 髮色的建築物 剛才我拍照的那座 好 臨走再拍一下 因為這裏比較斜 這個角度 少一點人 我現在可以走過來 來欄杆邊那裏拍一拍 就是這樣了 黃布江最美的夜景 就是這個位 來到上海之旅的第二天 今天我安排了一個行程 踩過對面岸的 浦東區一個 博覽大道的地方 那邊有一條六道 但是現在呢 現在要踩在碼頭 搭駕道輪過去對面 才可以去到的 沿著這路繼續踩過去 碼頭前面這大空地 這個巴士站應該 有一個這麼大的櫻花園 那當然要拍照先 好漂亮的櫻花 藍釣花園 這個叫做 全部都櫻花 加上下面有些黃色花 襯托著 剛剛去鎮大橋下面 打卡的好位置 OK 拍完照之後 沿著這條六加崩路 繼續按著前面踩 前面就是碼頭 好了 過到六加崩道口 這裡有自行車的通道 數碼乘船 好了 這樣就是用乘車馬 就可以進去 搭這個渡輪 開閘了 好 咦 竟然只有我一個單車 可能我晚了出車 先看看有利位置 拍下輛車上樓上 看看什麼環境 嘩 樓上是這麼窄的 出去夾板看看 好 出到來了 南普大橋 對面就是那個自行車道 對面的風景都不錯 其實 好了 過到對岸 再看看拍到什麼 給大家看一下 快點上車踩了 上車踩了 好了 找一些路線踩一下 看看上面這條天橋 應該都是那些綠道 好了 過到細博大道這一邊 沿途都在中間種了一些櫻花 兩邊都是 好了 跟著高德地圖 向著細博園區那邊 繼續踩過去 沿途都是中間種了一些櫻花 一邊踩一邊 可以欣賞這麼漂亮的櫻花風景 然後轉了進來這個公園 應該是找回剛才那條自由車道的方向 沿著這條車道繼續踩 好看 这座飞碟型的 Mercedes-Benz are the winner 很多单车友在这儿踩车的 这儿都很热门地点 应该都叫做是 哇 但是看到那边 细薄的场馆 红色那个 那现在放一辆单车在这儿 离远走过去 沿着这条路可以再踩近 这个 细薄的场馆 叫什么名字呢 转看看 叫什么名字呢 两只不瘦钢红猫 当然都要拍照 后面又有 细薄馆 在细薄馆旁边这个 细薄馆这个商场 很多食物 好 接好单车 现在推进去 看看会不会被人折住我 没问题的应该 我看里面也有一辆单车 进去 有一间脆华茶餐厅 这间脆华很大 再走过旁边 有一间臭臭火锅 这里吃东西不用排队 不止深圳的商场 全部等位的等位 都是没人坐的 不过可能晚点 现在还是12点多 乘车上来商场的顶楼 有个这么漂亮的天幕顶 还有可以用这个角度 欣赏这个细薄馆 然后很多这些餐饮店 探鱼 这间是吃牛扒的 前面有一间吃火锅的 再走过一些 看到一间新白车 所以上来商场顶楼 这个平台 多点食物 下来没那么多 反而 那边没什么特别 踩回来 Mercedes Benz这个场馆 找回海边的自行车 我现在过来这边 继续沿着这个 细薄公园 踩下那些自行车 看看最远 可以去到什么地方 有什么景点 沿途拍摄 这边都 周不时有这些 好有的减速波 避免 那些快的单车 踩得太高速 因为都有一些人走走 因为这边 都有一些人走走 所以 保持路面的安全 如果踩车车车 如果没有这些减速波 动一点就四十几五十 有什么事 有小朋友冲出来 一定收不及车 中途经过这个千古城 是什么来的呢 看见到很多旅游巴 应该是旅行团的旅游景点 看歌剧的 应该我看过小的 应该 都是something like that 那些东西 外场都很特别 有些原始森林的感觉 好 继续看看前面还有什么 哇 看到好景点 左边櫻花 右边油菜花 又是一个打卡的景点 而且油菜花田也挺长的 沿着中间那条河 都有100-200米 很漂亮 可以逗留一下照片 没有理由浪费了 不要掉下水就行了 我刚才见前面 都是有些地盘 都在维修中 那些路 所以呢 我觉得这里已经是尽头了 那现在踩回转头了 那现在踩回转头了 这个方向就向着大桥 又回到Mercedes Benz这个场馆 又是三次见到这个场馆 那就是呢 我现在又找回 刚才我想踩那条海边自行车道的天桥 那走完那段 就应该回到去 码头那边 踏回车 就是前面 这条桥 那我现在踩上去 就不是很斜的 这条桥 是人都踩到的 好 继续啊 继续踩过一路 可以引领回去码头的 第二段单车天桥 三个减速波 对面有个小布 看到一些特别的景点 又要打卡 就是这个 好了 不要以为它是中指 上面是一个中楼 中指 中楼 应该很容易分 全金属打造 是不是 都不是 原来 玻璃纤是打造的 好了 熬过这条天桥 应该到码头了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在前面 好 好 踩得太开心了 原来过了码头都不知道 我以为有选择这个 楼梯搬下去 码头其实是在那边 这里有一间 专门店 有单车租的 原来都 如果不带车的 都可以在这间单车店里租的 价钱方面 我就不参透了 大家如果来的话 可以进去问一下 这间单车店 终于回到码头 这边叫 南码头渡口 门前都有这么多 这么漂亮的花海 上海虽然说大不大 说小又不小 还有很多景点 有待发掘 现在只是带了大家去 两个BIT 去的景点 如果喜欢这条片 立刻给like 分享订阅 下一集再见 拜拜